之前我们学过的TypeScript基础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想带大家去复习一下基础类型和对象类型 那基础类型大家可以想想包括哪几种 以及对象类型 大家可以自己先想一下 其实基础类型可以分为boolean对吧 Number Stream Void Undefined Symbol None这几个类型 而对象类型我们可以把它归结成这样的普通的对象 包括class 包括function 以及数组这样的东西 现在我再给大家去补充几个比较细节的点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Const Count 等于123 那你可以看 当我让Count直接等于一个数字的时候 Count它会通过TypeScript的类型推断 自动的知道 Count它其实是一个数字 而且值 就等于123 但如果你这种复制把它放到两行去 比如说我Const Count Count等于123 因为你上面用了Count 所以下面没法直接复制 这时候我可以把它改成That 那我鼠标放到Count上面 大家看 这个时候Count它的类型是Any 也就是如果你的负值和变量的定义 是在一行上面去写的话 类型推断可以帮你推断出变量的类型 但如果你把负值和声明放在两行 这个时候TypeScript就没法帮你去推断出你的Count 具体类型是什么了 就需要你手动的去写这种类型注解 这里这么去写才是一个正确的写发 接着我们再去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之前给大家写过一个函数 Const Funk 让它等于一个简单函数 一般来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需要让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 都有固定的类型 那么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约束住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把一个字符串转化成一个数字的 那么我接收的参数一定是个字符串 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去写 我们可以写一个叫做str 然后呢 后面跟一个 这么去写没问题 也就是我一个函数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直接复值 它要接收一个 字符串类型的str参数 同时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数字 那把我的鼠标放到这个函数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会推断出 我这个函数 接收一个str类型的参数 返回一个number类型的值 那么一个函数 它的参数 以及返回值的类型 就已经固定了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直接这样去定义 constfunk 然后我直接在后面就跟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跟的就是函数的类型 那函数应该长成什么样了呢 我可以这么去写 它的类型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下面和下面的名字重复了 我给它改成funk1 funk1它的类型直接就告诉它 这个函数它会接收一个stream类型的参数 同时返回一个number 但是呢 funk1它具体 有了类型之后 它的值是什么呢 所以后面跟一个等号 等于一个真正它对应的函数体 这个函数体 它要接收一个str return一个 parseint str等号是 ok 那我再把鼠标放到函数上 你会发现依然上面呢 它会显示一样的 这个function 它也是接收一个stream类型的参数 返回一个number类型的数据 返回值 这样的一个函数 所以它的参数和返回值的类型也固定了 那你看 在写一个函数的时候 就两种写法 一种是这种方式 一种是下面一种方式 那具体哪种方式好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 自己来定就行了 那有的同学会觉得 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不太理解 那你只要怎么记忆就行了呢 冒号后面跟的一般都是类型 所以这块的内容指的是函数的类型 函数的类型是什么样 你再告诉这个函数 它接收一个string类型的参数 返回number值 那具体等号后面跟的是什么 跟的是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 所以后面这块指的是函数体 一个ster的参数 把ster参数pass int之后再返回 具体函数的实现在等号的后面 这样记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冒号后面跟的是类型 等号后面跟的是具体的实现 写到这儿 大家可能觉得 好像代码写的没什么问题 我也能理解 但是这两段代码写的真正正确吗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瑕疵呢 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说一个函数 接收的参数 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它的返回值 有没有必要在这儿写一个number 我们可以把number去掉 试一下 再来把鼠标放到这个funk上面 这个number它可以推断出是string 为什么呀 因为TypeScript分析你代码的时候 看到了你的返回值是一个pass int 它就能推断出实际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一定是一个number了 那它能推断出的话 我们还需要写那个number吗 是不是就不需要写了呀 同理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块代码 你接收的一个参数返回值是number 那这个number需不需要写呢 其实还是需要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你不写 这个语法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写法 这个number还是要的 但是通过这个例子 上面这个例子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函数写多了 你会总结出一个点啊 就是一个函数 它的入参 也就是它的参数 一般需要你通过类型声明来定义 但是它的返回值 往往呢 可以通过TypeScript的类型推断 直接推断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在你写一个函数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一下 返回值是否要手动的去写这种类型注解 如果不需要写的话 就不写就好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啊 我们说除了有这种对象类型 有class 有对象 有function 有书组 这样的对象类型之外啊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对象类型 比如说const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date 等于newdate 实际上TypeScript里面 还有date这样的类型 我把鼠标放到上面 你可以看到 date这个变量 实际上它的类型是一个 date类型 当然后面我们有加这种类型注解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复制的时候 它能推断出data的类型 就是一个大写的data类型 所以呢 这块不写就可以了 在TypeScript里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点 我可以随便给大家写两个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我们来定一个对象 我定一个字符串吧 我们叫做raw data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实际业务中的场景 它是一个json串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name 然后 del ok 然后我定一个const new data 等于 json.pars raw data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 NewData需不需要我们去写类型诸解呀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实际上当我把鼠标放到NewData上面的时候 它的类型实际上是any 也就是json.path返回的内容 并不能帮助TypeScript推断出NewData它的类型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json.path 或者其他的一些内置的函数 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你不得不给NewData通过类型诸解的方式 声明一下类型 你可以怎么去声明 你可以在下面定一个interface 叫做forPerson Person里面需要有一个name 它的类型是stream OK 然后让NewData的类型变成person就可以了 好 讲到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都是一些基础的语法 然后把之前课程里面一些细节的没有讲到的点就给大家补充的差不多了 当然TypeScript里面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语法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 比如说我定义了一个 叫做temp这样的一个变量 它等一个123 然后呢 未来的每一个时刻 我希望temp等一个456的字符串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TypeScript就会报错 但有的时候我写代码的时候啊 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变量 一开始是数字 后来变成字符串的类型 那最好的方式当然是 你再定义一个另外的变量叫temp1 让它等于456 但如果你就是想用temp 让它也能够变成字符串的话 该怎么办呢 上面呢 如果你直接这么去写 TypeScript就会认为temp永远都是一个number 那你可以通过类型注解的方式 让TypeScript知道 它现在呢 这个temp变量有可能是个number 还可能在未来是一个stream 这个有点像或的运算符 其实指的是temp这个变量 有可能是number 也有可能是stream 当你这么去写的时候 你给temp复制成一个数字类型 或者字符串类型 就都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啊 TypeScript其实后面 大家要学的语法还有很多 除了这种语法之外 还有更复杂 更难理解的 比如说像decorator这样的语法 在后面我会继续给大家介绍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之前的基础类型 以及对象类型中的一些 之前没有讲到的点 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同时呢 顺带着也复习了一下 TypeScript里面 我们比较核心基础的一些知识点 好 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